《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節《天氣報告》 我是陳兆偉 首先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訊號是現證生效的 我們今天來說 下午大部份地區的高溫 都是在34度或以上 好像在石江和赤立角的高溫 更加上升至36度 天文台今天下午 錄得的最高氣溫是35.2度 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其實不只是今天那麼熱 在上星期日開始 我們已經有酷熱的天氣 上星期日到今天 每天在天文台的高溫 都是在33度或以上 在長時間的酷熱天氣下 大家尤其是要多關心身邊的老友機 和有長期病患的朋友 因為長時間的酷熱天氣 對他們的身體都會有很大影響 一起看看 在太平山今天看出去 整天來說都是天情 沒有什麼暈眩的 我們受著這個酷熱帶高壓影響 所以整個區域都是天情的天氣 仔細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大致天情 天氣酷熱 但是局部地區都會有些趙雨 而明天氣溫會介乎29至34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除了熱之外 也要提醒大家 我們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強度是12 屬於極高的水平 大家除了散防中暑之外 還要做足防曬的措施 未來幾天情況又是怎樣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氣溫預報 預計我們受腐熱帶高壓的 繼續控制住 整個區域在未來幾天 都仍然會是天情酷熱的天氣 我們一起看看天氣展望 預計星期六日一受腐熱帶高壓影響 我們都是天情酷熱 高溫會上升至33度或以上 不過到了下週中期 現在在南海中部的一些雲帶 會慢慢開始移近我們這個元朗地區 到時開始會多一些雲和趙雨 今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